從前從前,有位伯伯在煮肉 他想用手拿,點太熱,拿不到 於是他拿了兩枝樹枝,用膠叉大法撈了肉起床 就是這樣,筷子成為漢人飲食文化中的重要角色 沒了他,我們就吃不到撇平鴿大廚麵線歌手和火火鍋和沙丁牛肉麵 既然筷子那麼重要,我們當然要搞個比賽 看看誰可以成為真正的筷子王 在比賽之前,不如我們先教大家怎樣拿筷子 首先,將其中一枝筷子放在近虎口位,用蒙明紙托著 然後將第二枝筷子托在食指和中指上 再用拇指夾著 這樣,食指和中指就可以好好控制筷子 這就是拿筷子的正確方法 第一個回合就來鍛鍊下大家的基本功 筷子是我們的餐具,亦是廚房不可或缺的用具 所以這個回合,我們將會考驗下大家的廚藝 各位參賽者需要鬥快將雞蛋打法 不知道各位參賽者能進廚房又能不能出廳呢? 開始! 1號選手打得很快 夠不夠? 我明白 應該差不多了 2個都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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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最快的是1號選手 恭喜! 4號選手就是最慢的 所以我們很遺憾就要淘汰他了 謝謝 上一個回合真的很精彩 來到這個回合 各位參賽者需要在限時30秒內鬥夾花生 夾得愈多就愈有機會晉級到決賽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3號選手 抱歉 2號選手夾得很多 阿楓 怎樣駕駛? 為何夾不到? 3號選手加油 好了 這次花生比賽的賽果是 2號選手很明顯用大量的花生勝出了這個回合 但很遺憾,1號選手只以7顆花生落敗 好緊張,現在來到決賽了 究竟誰可以成為筷子王呢? 這次2號選手會代表白色乒乓球 而3號選手會代表橙色乒乓球 他們需要鬥快把代表自己顏色的乒乓球夾到自己的碗裡 如果夾錯顏色是沒有分的 而在黑色攬的範圍之內 他們是可以互相攻擊和干擾的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嘩,干擾得很激烈 夾不到 2號選手現在有3顆了 3號選手要加油 但是這次是1顆了 1顆 3號選手要加油 3顆了 好,遊戲結束 我們的筷子王誕生就是二號選手 現在我們送上比賽的獎品 美麗筷子五對 看完整條影片 不知道大家對筷子有沒有更多的認識呢? 還有學會怎樣拿筷子尾 還未懂得拿的同學 記得多看幾次我們的影片 拜拜